我們看歷史 他說有個等角三臨近 就是那個等邊三臨近 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其折射率是根號2 球路射光金臨近兩面 這兩個面 折射以後 最後 兩面折射後是最小偏向角 我們知道我們可以證明說 什麼時候有最小偏向角呢 就是說這個光線 進去跟出來光線 對稱於頂角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偏向角是最小的 我們現在就假設 這一道光跟這一道光是對稱於頂角的 那這樣我們就可以算出來 好 那這裡 我們知道這是60度 這個都是90 所以這個應該是120 這是120度 120度 這個是等邊的 這是60 這也60 然後 所以 120以後 180-120 剩下60 所以這兩個角加起來是60度 所以每一個角的話 是30度 這每一個角都是30度 這每一個角都是30度 好 那這個折射角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就可以算出路射角 路射角應該多少 就是1 1 乘以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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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乘以Sion 30度 所以這2分之更到2 所以希達是等於45度 所以這個是45度 同樣道理的話 這也會等於45度 因為兩邊對稱的頂強 45度 那這樣我就可以算出偏向 我們看第一次偏向 進去是往這裡 進去往這裡 進去往這裡的話 它這個 這個是45度 45度減30 所以是15度 所以德塔萬是15度 從這個方向偏到這個方向 德塔萬的話 是等於15度 一樣呢 過來往這邊一邊 這個整個45度 45度減30度 所以這也是15度 德塔2也是等於15度 德塔2 德塔2也是等於45度 所以德塔偏了兩次 德塔萬加德塔多 所以是30度 最小偏向角是30度 最小偏向角是30度